正在建设中的中老铁路是一带一路长已提出后 首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 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 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 复工复产以来 全线数万名建设者全力奋战 确保工程进展 4月19日 玉墨段景宽二号隧道贯通 这是全线贯通的首个超大断面隧道 也是目前贯通的最长单线隧道 是全线复工复产以来 工程建设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 景宽二号隧道地处云南省西双版纳 歹足四十周景洪市 全长4.6公里 隧道毗临栏仓江 最大断面249平方米 该隧道围烟破碎 列席发育 浴水极易软化塌方 多次穿越浅埋段 隧道最小埋深仅为10米 施工难度大 在破碎围烟中进行大对面开挖 容易造成变形沉降等困难 过程中为了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采取了四台阶 加大锁角的施工工艺 将断面划分成若干个单元 精细组织 确保了隧道如期贯通 据了解 隧道通过超大断面后 变为单线隧道 开挖断面缩小 穿越浅埋段 施工组织困难 2016年7月进场以来 施工人员在狭小的空间里 艰难向前绝境 历时三年零八个月的 艰难建设 最终顺利贯通 我们管断是疫情防输入的重点地区 全面复工复产以来 指挥部组织客施工单位 一手抓疫情防控 和放松 一手抓铁路建设 为懈怠 突出重点点项目的攻击 会战 实现了建设 实物工作量和 投资完成任务 完成的双突破 中老铁路 国内预期至末寒段 全长508公里 设计时速160公里 预计2021年底 与老窝段 莫丁至万象铁路 同步开通 通车后 中老铁路将成为 中国西南地区 又一条进出境 国际铁路通道 开通后 昆明至西窗板 那客车旅行时间 仅需三小时左右 至老窝首都万象 有望实现西发招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